你好 歡迎收看一八零零 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李沛貝 新聞一開始 來關心臺灣的疫情發展 今天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了新增七例境外移入個案 其中五例是印尼籍愚公 還有兩例分別來自美國跟菲律賓 另外 臺灣開打AZ疫苗 到現在 已經通報了五件 嚴重不良事件 幾乎都是類過敏反應 目前還有兩個人在住院觀察 國內AZ疫苗開打第五天 已經有九千兩百三十二人接種 嚴重不良事件也陸續通報新增 除了第一期亞東醫護急性過敏外 又多了四例有嚴重不良事件 還有醫護住院觀察 雖然通報不良事件增加 不過指揮中心強調 暈厥不是疫苗施打的副作用 民眾不用太擔心 畢竟未來邊界要解封 第一階段必要條件也是要有打疫苗 入境後居家檢疫縮短到七天 但是出關要加驗中和抗體濃度 而且即使打得是 沒經過認證的中國疫苗也能過關 我們承認的是民眾有在海外接種疫苗 這樣的一個事實 也許這個疫苗是中國廠牌的疫苗 也可能是俄羅斯廠牌的疫苗 也有可能是越南或其他國家 自己本土製造的疫苗 不進之後假如未來真的有這個 檢測抗體的這樣的一個模式存在的話 有一些專家有提出一些擔憂跟疑慮 指揮中心強調抗體檢測還有很多考量 包括不確定到底打完多久檢驗才有效 也擔心會有假文件 現在提出用疫苗證明開放邊境 還在討論階段 畢竟臺灣防疫手那麼久 想解封也不能馬虎 華視新聞王興張正傑 台北報導